这系统 重启就重启了呗 还有船上到海里干什么 差点淹死我 这里是丹寺城 一个以美食为荣的地方 此时此刻 正在举办厨神争大赛 获胜者将成为城主的御幼厨师 确实 今天参赛的 有御厨之女盲御儿 和小满楼的孙主主 她们将是本次大赛夺冠的热门选手 你问我是谁 我是 我是麦小萌 一个美食达人 游戏修复师 这款沉浸式美食游戏 因Bug下架 而我的任务 就是化身游戏人物蒙锦儿 进入游戏 体验它 修复它 大制作 这不是蒙家的二女儿吗 众所周知 咱们丹四城 素来以美食为荣 也什么法都不会做 就别来丢人卸眼了嘛 不是 不会做饭就丢人卸眼了 是的 什么破规矩 如此不可教掩 要不是为了修复Bug 让游戏正常运行 我才不来 蒙锦儿 你连刀都不会拿 就别来这儿坏我好事 我告诉你蒙锦儿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你以为你来就能看见城主了 少动你那些外心思 谁说我不会做菜的 作为当代优秀独立女青年事业 生活两手抓 我这厨艺 国际大厨都要甘拜下风 厨艺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这是我的勺子 你拿来 竟我用一下 怎么竟我用一下 怎么 我 你 不管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 有狐狼蒙锦儿 玩家麦小萌 恭喜你成功进入游戏 你的身份是厨艺极差的 蒙家次女 蒙锦儿 你将作为游戏玩家 修复程序中出现 混乱的NPC 城主 萧苹古 也就是屏风后面的那位 什么东西 小苹古 这么好笑的名字 那好吧 那你倒是告诉我 我要用什么方式 才能修复它 用任意方式 彻底消除游戏人物 萧苹古 错乱代码消失 游戏就正常了 什么玩意儿 系统 系统 管它什么方式呢 先接近萧苹古 才是真的 来吧 好 孙主厨参赛菜品 香煎豆腐 蒙锦儿参赛菜品 牛排 请城主品尝 怎么会 等我成为冠军 我就可以接近城主了 我宣布 本届除神争霸赛的冠军 是蒙锦儿 小苹古我来了 好棒 城主 您种的这边锤奇毒 实属罕见 微臣之前将您 双腿内的血液抽干 并加以汤药辅佐 现血液已重新长出 撑住一颗自由活动 但双腿还并未完全治愈 撑住 仍需坐轮椅 静养一些时日 这段时日 有劳义官了 不过治愈之时 还请义官保密 是 鞭垂齐毒 下毒之人难道是 乘主 在您静养期间 为了安全起见 先暂住这别院吧 甚好 作为丹刺诚的第一玉柱 我的院山坊一定很高大上 作为丹刺诚的第一玉柱 作为丹刺诚的第一玉柱 那个 这儿就是你们这儿的 御膳房 挺好 扣带就下 赶紧干正事 姑娘 那个 你去帮我找点玉米呗 好的 谢谢啊 西董 西董西董 快 给我包毒药 看来你是想用这种方式消除霜 毒药可以给你 但别见了他就不忍心 记住 他只是一串数字代码 知道了知道了 快点 好 披霜一下 要到冰城 就这儿 任务完成了 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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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帅让人怎么不犯花痴啊 再说了 玩游戏我还不能满足自己 那我还玩什么游戏嘛 你是何人 城主 我 奴婢 奴婢是来给您送高汤的 这可是少好的高汤 城主 要不您 浅尝一下 没 没事 还有 反正又不是真人带马而已 唐一和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白白了你内 我 哪儿来的风子 你 我 你下毒了 我下毒了 我成功了 西藤 西藤 我成功了 我可以退出游戏了吧 不 你失败了 怎么可能 我亲眼看着他被毒死的 但是你也喝了毒汤 你也死了 请明确认我 在修复bug的过程中 玩家血条和其他代码 都不能受到影响 那怎么办嘛 我要重启游戏 好 游戏进度和NPC互动记忆 全部清理 这系统 重启就重启呗 还有船上到海里干什么 差点淹死我 这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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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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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击之举 姑娘莫怪 现在什么时上了 绅士吧 绅士 那神主大祭结束了 正式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我要先丢着城主 反正输了就是重启嘛 不管了 姑娘 你这身衣服都湿了 不如烤火片头 把衣服晾干 不要了 谢谢啊 你吧 你就是一救人的NPC 我们有缘的以后咱们还会再见的 拜拜 那个 城主在哪儿啊 谢谢啊 好像在马迁过的 城主放心 这些军艺试过多了 查强人意 新晋除神蒙玉儿 以为城主奉上了六道菜品 可否容许民女进入 伺候城主进食 回去耗着 迟早有一天 你会再活的 好家伙 这地方也太难进了吧 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已经照你的意思啊 把蒙景儿推下悬崖 亲眼看着的落水 再也不会回来了 连同擂台赛前 让何主厨摔倒 让孙主厨着凉的影子 一块接了吧 是戏能干的 是蒙玉儿看的好事 我有事自会再找你 好你个蒙玉儿 亲妹妹你都害 等我修复伤架 我第一个就来找你报仇 为什么不让我见城主 卖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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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重启游戏升级 现在城主的书房不允许外人进 用膳也要通过层层试读 硬闯的后果系统该不负责 那我 行 既然硬闯不行 那我 请不提醒尴尬 是Shank 把 minimize的包 去找到铌 开架 去返死 我贱 看我怎么修理你 城主在哪儿啊 谢谢啊 是他 不愧是贝斯主长 每一次都能这么与众不同呢 哈喽 你腿好啦 这我 时好 时坏 那我就 康复训练 立志立志 城主 王锦文 你就知道你会在这儿 拿着 城主 其实你能见的 他们俩怎么会在这儿 我 我干什么 我不走 妹妹不懂事 冲撞了城主 城主恕罪 民女主就带她回家 好好教训 快跟我回去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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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爱断贯闲事是不是 闭嘴 不闭嘴 抚惑你的胃 还怕进不了你的身 城主 我要举报 之前盟月儿出山大赛 所有的对手 都是她花钱买的 你 你胡说 我是不是胡说 咱们比一比不就知道了 反正呢 全城的人都知道 我没什么本事 姐姐 你该不会是连我 都比不过吧 不会吧 不会吧 比就比 城主 你有什么喜欢吃的 我都可以给你做 那就 怎样才能与众不同 引起城主的注意呢 烂泥扶不上墙 拼也想和我比 小苹果给的题目是机翅 红烧鸡翅 蒜香鸡翅 炸鸡翅 不行 都太一般了 想生死罢了 凭我的能力 刀剑刺杀 毕所谓 现在既然走上了做菜的条路 下毒就是最便捷的方式 小苹果是个有脑子的代码 我得先让他信任我 肯放心吃我做的东西 才能位积极奏 而让他信任的第一步 就是做一个只有我会做的美食 让他再也忘不掉 大恐告成 这个蒙锦儿突然出现 举止反常 很是刻意 不能让他活胜 不过我早有耳闻 蒙锦儿对厨艺一窍不通 即使是匿名比赛 也不可能选到他 这道菜不错 应当是蒙月儿 传蒙锦儿获上 蒙锦儿 蒙锦儿 蒙经 蒙锦儿 我自己怎么不能送来 别别别 这还没验毒呢 宋厨 我这刚刚夺冠 我正要大展拳脚的时候 你觉得我可能会给城主下毒 而且你想啊 到时候呢 我就在旁边伺候着城主吃 他要出事了 我还能活啊 我就想让城主高兴 城主要是高兴了 那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 对不对 谢谢蒙昱厨 来 拿着吧 宋厨 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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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头快凉了 真的 这 这 这也太不合适了 这个 等等 这是何物 这可不是毒药 这是个宝贝 我上次给你做可乐鸡翅的时候 就加了这个 它是 它是一个叫做 肖苏达的室外高人送给我的 肖苏达 嗯 你尝给我看看 这个呢 这个鱼汤可厉害了 我炖了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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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特别香 你先尝一下 我说你这人怎么疑心这么重啊 怕我下毒是吧 我喝给你看 哇 没事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香啊 是不是特别香啊 你们这些古人肯定没看过缓缓串 用量虽少 也能让你这个bug一秒消失 你这鱼汤确实好喝 你这鱼汤确实好喝 这下算是彻底成功了吧 回家了 丛主 你 来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丛主 您终于醒了 我就知道您不会那么容易死呢 你就那么想让我死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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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 那个下毒的蒙锦儿 我已经把他关入天牢了 下一步 怎么处置 好喝你就多喝点啊 难道是蒙锦儿 可怎么会派他来啊 上次之后 您便练就了百毒不侵之体 多亏您身亡远虑 继续坐轮椅 迷惑对方 这个蒙锦儿 会下毒却不能全身而退 或许上次下毒的 真的不是他 难道是 难道是 小苏打 我的人生就要趁你翻盘了 你发什么神经啊你 你都要被灭酒足了 你还笑得出来 蒙锦儿 没想到你胆子竟如此之大 干谋话成拙啊你 我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过来的 喂 蒙锦儿 回去 修复游戏 先大吃一顿 我是去吃中餐呢 还是先去吃西餐呢 都获得高的报酬 就能吃第一辆车 还能再给爸妈一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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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啊 我怎么还没退出游戏啊 西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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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许再过来了 还有你 跟我们走 游戏 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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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美食游戏吗 还是不该叫我恐怖游戏 啊 还是恐怖游戏 你加钱呢 啊 啊 不要 嗯 我说 啊 啊 你没消失啊 那么想让本城都死啊 毒药过期了 这回总算是彻底说好了吧 人呢 我 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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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刚睡醒 不是 这都消除两次了还没成功 这就是我说的bug bug 如你所见 一个顽强的bug很难修好的 修不好 对啊 这个bug存在很多问题 你得修复一百次哦 但我总体长呢 加油 一百个 怎么又不见了 这人又跑去哪儿了 你到底是谁 你 城主啊 就这儿啊 确会看你拿什么手 谁告诉你 本城主只有一个剑筒 这么重啊 还不老实交代 不能死啊 死了我就又要重启了 城主 城主 你腿好了呀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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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那就更饶不得你了 城主 你怎么老喜欢用这种武器呢 多危险啊 这样 咱俩做个交易怎么样 本城主凭什么要跟你交易 那你看我都知道你腿伤了 是不是 那我就替你跑毕 以后呢 你想站就站 想做就做 快不快了啦 你只需要让我一条狗命 然后偶尔让我 削一削你 也不多 就九十八次 不然我可不保证 会说出去什么 此事你今日说出去 明日便人头落地 不是你这个代码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你 那换个思路 咱俩打个赌 你把我留在身边 然后呢 我肯定可以治愈你 怎么样 你就说你敢不敢吧 我 治愈 若能在本城主眼皮子底下做成一次 就算你一样 你先回去吧 明早本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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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明明明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 你又犯什么错了 我们都被关了这么多天了 我告诉你 别连累我和爹地 你来了 小苹果的什么情况 我又没有给他下毒 他干嘛把我们一家都关起来 先跟我走吧 师父 我承认 这刺客跟蒙金的书信来往 确实很可疑 但是他就是个视力儿老头 整天就知道做菜 应该不能 谋反 吧 这也是近几日才查出来的 锦儿你先不必替他开拓 你跟蒙玉儿并不知情 视为无罪 我 我当然不知情了 虽然他就是个NPC 但是好歹是主角他爹呀 而且你想啊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他总不会派人 来刺杀自己女儿吧 很正常 正常吗 那你们亲情也太耽默了 你还记得刺客的遗言吗 陈县主一直喊你是梅玉主 之前他结巴间喊出了梅梅 而刺客当日喊的也是梅梅 倘若他是西海人 喊的是梅呢 当年本城主收复西海城时 确实有些异心之人 如今想要蒙害丹四城主 也不无道理 梅 梅 西桃 蒙金真的谋反了吗 你的目标是修复bug 不解决支线剧情 对目标也没有影响 谁说没有影响的 我现在跟小苹果谈恋爱呢 这隔着一层丑我还怎么谈恋爱啊 谁给你把任务改成谈恋爱了 我自己改的 不行啊 我得想个办法 话呢 一百两 一百两 那不是蒙金的话吗 一个反贼的话值不了一百两 就二两 二两 对 二两就二两呢 给钱 好 毛月 你干什么呢你 你 你太过分了你 竟然敢偷卖爹的话 关 关你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了 没有你这么落井瞎石的吧 你编白家产干什么去 逃命啊 给我 你干什么呀 给我 放手 我知道了 闻到什么了 香料的味道 没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 一个厨师 他就算是洗了澡 换了衣裳 但他的身上 都是会有很重的厨房的味道的 什么香料味啊 油烟味啊之类的 你看啊 说像我爹 他呢 他常年待在御膳房 身上不可能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些书信 他们说 是从我爹的义务里面找到的 那怎么可能一点味道都没有啊 除非 除非是被人临时放进去的 你爹是被人诬信的 嗯 这样就说服你了 你不会是 早就知道了吧 你看这儿 你看这儿 虽然这书信中的字迹 与蒙金的很像 但模仿自己 本身就不是多难的事情 看这两桌的落宝 这金字 还是有一丝一毫的差别 这还得多亏你爹 平日里时常会给我上书 这才能了解他的字迹 还有那个烂苹果 你知道真相你也不告诉我 是吧 不过 这幕后之人究竟是谁 难道是萧苏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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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我去接我爹去了 我不跟我说 你这么说 我去抢了 蒙金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 这段时间 辛苦你了 这毕竟是关城主安危 也是因为锦儿吧 唐天 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之前 就跟她在哪里见过 总有一个画面 她得了除神 拿着假杯炫耀 那是我见过最明媚 最与众不同的效力 娶她做侧夫人 的确是为了赌注 犹犹中口 但见她受杀 我也是无比心痛 这也是从未有过的感觉 臣明日护送臣家妇女 回西海县 下海县千里迢迢 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或许之前 真的是我打扰你了 不该把少时玩笑班的许诺当真 贪图太多 保重自己 好好爱承主 我走了 我走了 唐天 这个 是给你买的 你路上带着吃 祝你 平安 驾 或许这个世界的蒙姐儿 她是真的爱过你 这个 你最爱吃的糕点 这个 我们小时候捡到的一块石头 你送过来 这 Haupt 就把泽家顺链 他先听到大人 31 就这么放心 还不是怪你 你们这游戏设计者是谁啊 什么破游戏啊 这游戏这么深 都是假的 你快点完成任务吧 去修复bug 你这样耽误时间 万一程序再次混乱 游戏就会彻底崩掉 你不光完成任务 还会痛失所爱 不如现在就斩断情缘 追求看得见蒙得着的收获 不香吗 香啊 收获口碑和报酬 为人生履历增光天彩 但那是小苹果呀 那爱情和面包 真的只能选一个吗 你也太贪了吧 两个都想要 哪有这么好的事 要么 你做个选择题 请闭言 窝头还是馒头 馒头 豆花还是香菜 豆花 豌豆还是豆苗 豌豆 爱情还是面包 面包 你炸我呢你 你一直说吃的吃的吃的 那我当然选吃的了 承认吧 麦小萌 但凡是个当代独立女性 都会选择面包 爱情 爱情又不能当饭吃 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道理呀 那我又不是蒙锦儿 我是麦小萌 那我一个母胎solo 我来到这个游戏里 我还谈上恋爱了呢 而且日子过得这么舒坦 那我怎么可能舍得走嘛 你再让我想想 他不是蒙锦儿 你不是蒙锦儿 你到底是谁 我 我不是蒙锦儿 我是谁啊 我这张脸你不认识了 别装了 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奇怪 你一个连菜刀都不会拿的人 突然就会做这么多菜 性格大变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我一定会告发你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个冒牌货 行啊 那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来跟你说说清楚 你这个爱事的NPC 我扔你够久了 想想你之前做的那些事 推我下悬崖 给我下毒药 落井下石 还有之前十几年的那一件一件 你要我全部都给你算清楚吗 或者这样 咱们俩呢 现在就去找城主 好好说说听词 走 你放手 我都听到了 蒙锦儿欺瞒主上 并多次谋害狱楚 打入大牢 听后发落 你到底是谁 你带着木标来到我的身边 时而下毒 时而讨人喜欢 很纠结很别扭 外界的传言我早已听说 除非有上天助力 否则一个平平无奇的蒙锦儿 是不会变成如今这般的 那我 我实话实说 你只能实话实说 你只能实话实说 其实我 我不是这儿的人 我说的这儿 是指这整个世界 我是外面世界的人 在那儿 我是个厨师 但是我是个特别倒霉的厨师 就像摔身附体一样 我干过的餐馆都接连倒闭 还碰到了一个特别 特别讨厌的老板诬陷我 所以我欠了很多的债 才不得不进入游戏 来到这个世界的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然后他们说 一定要修复你 才能让游戏正常运行 获得酬劳 我没有办法嘛 我是为了游戏 我才进入到这个里面的 你是目标嘛 我就不得不招惹你了 目标 所以对你而言 我就只是你的目标 不是 第一次下毒也是你的节奏 你那次坐轮椅 不是我干的 你在你的故事情节当中 有你自己的剧情线 你是一个假装中毒 想找出真凶的成主 你那个百毒不侵 就是你出bug了 bug 就是 就是你有问题 我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反正 你先回去吧 我要一个人想一想 好 但是你记住啊 我不是坏人 我真的不是 好 还有 我是真的喜欢你 外面的世界 你这么跟他说 很有可能就再也无法修复bug了 我知道 但是他再怎么觉醒 也不可能走出这个游戏吧 这么多来修bug的人 各有各的招数 只有你 竟然爱上了bug 这个小苹果 他不会是接受不了了吧 杰儿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 睡不着 就想过来看看你 啊 我这有吃的 你 我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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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儿 我在想 是不是等你任务完成了 就会回到你自己的世界 一个没有我的世界 当时我该如何寻找你 你会不会就此忘了我 又该拿什么证明 我们在这里爱过呢 可重来一次 即使知道会分离 我还是会 恒无保留地爱上你 蚊子 蚊子 吃鸡肉喝 那个应该 我没放盐 没事儿 我有盐 你吃了 我再给你帅 看着 我 小酒量 小酒量 你们俩 我饿了 我饿了 你IF 酒后无事儿嘛 再说是你叫我喝酒的不是吗 毒也是我让你笑的 那喝多了之后 盐和毒不都长一个样子吗 我哪分得轻啊你这是不是 你怎么了 手指方力 你来帮我 你来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准 这 哪里准了 我 无妨 这要稍作调整即可 撑住 合适 有话就说 凶手还未抓到 依然存在隐患 之前的计划是否继续 不可 为什么不可 什么情况 还不是担心夫人您的安危 好离 我又不怕危险 干就完了 什么计划说来听听 过几日是城主的寿臣 城主本打算 你哪那么多废话 出去 寿臣 几岁寿臣啊 该婚配的年岁 你都有侧夫人了 你还婚配 娶个郑夫人吧 不行 不准您娶郑夫人 那你来做我的郑夫人 如何 从不可以 准备的如何吗 我跟你说啊 寿城的消息我已经放出去了 不出一个时辰 全城的人都会知道 不出三个时辰 连临城和边陲的百姓都会知道 你哪来那么多的鬼主意 你管我呢 反正我有的是办法 还有啊 到时候 到时候呢 那些人肯定会找过来的 咱们呢 只需要做到 手朱带兔即可 那 今天为何没有福卡莎 还没吃个福卡莎呢 你把你拿起来 你拿起来 我来 你才能拿起来 你把你拿起来 你还没吃 我来 那些人 你还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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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婉 老实交代 留你全室 那交不交代有啥区别 我不会是肚子饿了 出来找些吃的罢了 你饿了你带什么毒药了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毒药了 我 我 我不知道 可能是其他人放在我衣兜里的 你这个理由呢 我八百年前就用过了 你换一个吧你 人赃病或还想抵赖 下毒之罪无论如何都是死 就看你想怎么死 是老实交代不带着遗憾死去 还是就这样什么都不说 若是这样死了 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我是西海难民 西海难民 说下去 身为西海人 怎能不恨你萧平谷 当年西海爆发天灾 我们一家人只不过是西海的普通百姓 却一夜之间 家破人亡 后来西海的百姓都受天灾所害 就连城主一家义 西海生灵涂炭 而你表面仁义 背地里坐进苟且之事 陈西海危难之事 带人屠城 带走了所有的百姓 害得我们西海彻底破亡 你怎么还做过这种事情啊 谁告诉你本城主是去屠城的 你的人冲进城中 不是屠城又是什么 西海城天灾愈发严重 控制不当 就连城主一家也未能幸免 如今官员逃离 难民失所 百姓苦不堪言 遍地尸骨 圣灵涂炭啊 西海城与我们一向交好 如今幸存之人还有多少 仅剩少数年轻人 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活活等死 你带人去把他们都带出来 不要带回丹司城 在距离西海城不远的地方 建立新的城邦西海县吧 如此 总比整座城都负灭墙 是 怎会 怎会如此 这么帅的吗 你看看你 救命恩人你当成仇人 我看你是变着发的想杀人 给城主下毒的人 是我 只不过没有成功 之后再想下毒 便是难上加难 后来得知蒙玉厨可以治好城主的病 我就便伙同刺客 带她入宫 给她提供方位 让她先解决了蒙玉厨 可她自己又被抓了 我 我当时特别害怕 只好伪造了文书 嫁祸给本兄已经全是滔天的蒙金 结果 又被蒙玉厨给破坏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 只得出此下策 在饭菜里下毒 不是 你 你简直是坏事做尽呢 你 既然都已经被你们发现了 是一只子 我 还好你手快 你说你这些事情 你开个新闻发布会多好 要让这些人来误会你 你图什么呢 新闻发布会 何为新闻发布会 就 就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呢 你死了 然后全城的人都为你默哀 说你驾崩了之类的 我死了 你就这么想让我死啊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 他怎么办 想必也是受人指使 饶他一命吧 今夜之事 断不可向他人提及 春日油画佛卡莎 红丝绒蛋糕 黑森林 还有这个 这又是何物啊 这个呢 叫做生日蛋糕 在我的世界啊 只有过生日的时候 大家才会吃这个 生日 就是你们所说的寿辰 我为了给你做这个蛋糕 我手打奶油 打得我手都抽筋了 辛苦了 夫人 不辛苦 相公 你 你说 要大半把大家都叫过来 结果你又不出去喝 他们现在肯定都等着你呢 那就请让他们等着呗 要不我出去打一圈 啊 打一圈 啊 夫人还会舞 不是 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 善一个那个 你还记得吗 小 小冰果 小冰果你怎么了 小冰果 我 我没下毒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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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你 你 我 你 回来了 无人发现吧 连夜进场 无人发现 下毒之人阿婉已经隐出 但我总想着他一个小小的侍女 无法完成这些事情 背后定有更多的人 阿婉下毒失败之事 只有锦儿与我知晓 对方定是想要在寿宴上 将其一网打尽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将毒药换成蒙汗药 结实谁没有倒下 谁就是阿婉的同党 唐天 对方有多少人尚未可知 到时候可能会有危险 你把锦儿送到安全的地方 护他周全 我这是在牢房 夫人 您醒了 什么情况啊 这是 小冰果 我认罪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干的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小苹果 你杀了我 带下去 是 走 小苹果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呀 小苹果 每一个一上来就认罪 那城主觉得 真假 以他的能力 确实比阿婉更有可能实施这个计划 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宋楚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单四成人 如果他是真正的凶手 那早就该在我与锦儿联合制腿时 就该对锦儿下手 如果没有把锦儿当成眼中钉 那他的目标有偏差呀 城主 陈瑶瑶郡主在西海县调查的结果传回来了 不对 一定还落下了什么 当日我的寿宴 整个主城都在吃御膳房做的吃食 除了宋主 还有谁醒着 没有了 没有了 锦儿现在在哪儿 天狼 不对 还有个人醒着 不好 城主你看 蒙月儿 城主 城主 蒙月儿在天狼 坚持了夫人 原来是你 是 没想到 主人 计划失败 送出备装 没用的东西 是 谁会怀疑到蒙家的大女儿呢 谁会怀疑到蒙家的大女儿呢 陈舟 毕竟 我发现了你真正的软肋是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给她为了毒药 无论我今日成功与否 只要我死呢 那她也别想活 有 你敢害她 想救她 那就拿自己的命换 小妖狗 别只顾着神经 你要是不想救她 我现在就杀了她 不要杀她 班程中会如你所愿 班程中会如你所愿 我 她死了 她终于死了 她终于死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就知道 你不会死 锦儿 锦儿 程主 蒙玉要醒了 人前 西海城城主的女儿 年方十九 爹娘死于天灾 当年你也受西海省的天灾所害 颠沛流离 四处乞讨 才捡回一条命 来到丹寺城 化身有做饭天赋的农家女 得知盟金的女儿盟锦儿 对厨艺一窍不通 利用她的心理 设计任盟金做干爹 接近成主 图谋不轨 刺客 阿婉 宋厨 都是你收买的人 没错 都是我 这个误会本王到底还要讲几遍 你自己看 当年的事情 这上面记录得清清楚楚 还要你爹娘的亲笔信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从想到那 为报仇我付出了这么多 一天都活在仇恨里 你跟我说 这只是误会 我不相信 你是骗我的 你就是凶手 是屠夫 是舍不舍的罪人 我要为西海城百千子民报仇 去死吧你 解药 没有 去死吧 你让我再说第二遍解药 没有 没有 冰城主 那毒根本就没有解药啊 您的御医都已经说了没有办法 您为难小人这是 你们制毒卖毒知天下事 定能治小解毒的方法 说 解药 解药我是真的没有啊 没解药就给本城主做出解药 城主 方法我倒是有那么一个 我们没有解药的根本是 我们不知道盟语出中毒的原因 是什么呀 倘若我们知道 再从中毒毒素中呢 分辨出哪一种 我们自然就有办法对症下药啊 城主 本城主该如何做 尸毒 我们需要有人一样一样地去尸毒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 蒙玉厨到底中的是什么毒素啊 可这尸毒 咱们都是肉体凡胎 城主 您不会想让小民来试毒吧 静儿 你所谓的bug究竟是何物 到底该如何修复 我说出来你别怪我 就是 你的百毒不侵 对我们那个世界的人来说 就像完成到杀不死的病毒 你的一百条命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百个漏洞 而你失去一条命 就是修复一次bug 一百次修复完成 我就要离开了 尸毒是在救他的命 也是在完成自我修复 无论哪种形式 都能保得平安无恙 城主 再这样试下去 也不是办法 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 哪怕会要了我的命 小苏打 小苏打 原来是你害我吃醋那么久 怎么了 锦儿 我们 是不是在哪儿 分别呢 对 是不是在哪儿 我想 我来就说 那就 第一次 或许 有些记忆是删除不掉的 或许这就是你说的bug吧 这个才不是什么bug 这个 是只有你我拥有的一段记忆 当时 你坐在那个屏风后面 我就拿着这个 就像拿着那个奖杯 像不像 这只是你的故事 你一走 这里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他们还是会变成普通的NPC 等待下一个修复者的出现 你闭嘴啊 这些都是我真实经历过的 记忆是不会消散的 哪怕被当作一场梦也行 你真的不考虑修复他了 反正你一死 游戏就结束了 我现在根本做不到伤害他 想一想现实世界 你将成为唯一一个 让游戏正常运行的人 无所谓了 好吧 也不知道图什么 白陪你玩这一遭 你不知道我图什么 我自己知道 我在这儿 收获了友情 帮助一些人找到了自我 我还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要是在现代世界 我根本不可能做个一级厨师 但是在这儿 我可是一品欲出 这些也都不算什么吧 你是代码 你当然不懂得人类的情感 这些都是比现实名利 更加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我舍不得他 我舍不得小苹果 我可能这辈子再也找不到 像这样喜欢一个人的感觉了 我舍不得他 再提醒一次 只要修复萧平谷的一百个漏洞 你就能完成任务了 我说了我不会再继续任务了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他更重要 而且与其我这样抛弃他走掉 那我还不如 你在谁身旁 又剩下所有的时间 只要一句点爱 我要好好地陪着他 风辗转 风辗转 辗转过往船 一阮山 一南端 一边一两宽 独平烂 烟族难 难你怎么还不还 吉儿 天有寒 水有寒 凌寒漫长安 若无你陪我看 人血落停满 无人换 无人盼 命定也无人管 我们撑我们吧 我撑一次真正的大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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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让你不在的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给你做了好吃的 我去给你拿 姐儿 我还有遇到你 在我亲爱的 我看着你 你不说了 我是一个好 我你不说了 你不说了 我吧 你不说了 你不说了 我怕你吃what 太我 Dou了 好 我怹火仇的 等我 我去去就回 小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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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清 breakdown 呀 如果 我是说如果 要是有一天 我不在了 奴婢 奴婢是来给您送高汤的 双头望你梳妆 转脸时嘲笑 奄然 曾抚相曾你 心愿一晚 为你要我下一趟 如今可谈 你在谁身旁 这一句点爱无恙 风辗转 风辗转 辗转过忘川 一阑山 一南端 一边一两宽 都平烂 烟族难 那你怎么还不还 天有寒 水有寒 凌寒漫长安 若无你陪我看 人血落停满 无人唤 无人盼 命定也无人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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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儿 是不是等你任务完成了 就会回到你自己的世界 一刻没有我的世界 到时我该如何寻找你 你会不会就此忘了我 又该拿什么证明 我们在这里爱过呢 可重来一次 即使知道回事 我还说 好不保留的爱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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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度夕阳 走那小 宣传 和你化美 装一半 如今生生疼 我迷迷的梳妆 如今我终于明白 修复爸爸的 只有爱 不用幸运 还无情 转转过汪川 安靠 男生已难乱 人感欢 都平安 难 难 你怎么还共还 人有汗水有汗 银汉漫长安 若无敌 对我看 人血落停满 无人管 无人管 云也无人管 唱进唱 听断 唱一唱过山 一花瓣 手缓慢 静音好看 今夜你继续 您好 请问是麦小王女士吗 我是 啊 是这样的 恭喜您 成为唯一一个修复系统bug的玩家 我们准备了答谢晚宴 地址已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 请注意查收 啊 啊 啊 小先生 这是您的牛奶 谢谢 不客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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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